天然资源及永续发展部长聂纳兹米 正式向土著团结党宣传局成员巴德鲁西山 发出律师信 要求对方撤回诽谤言论 同时公开道歉 巴德鲁西山目前日前指控聂纳兹米 在防洪计划贪污 聂纳兹米昨天已经是通过了法律途径严厉反击 他强调巴德鲁西山抛出的指控虚假而且严重 需要通过法律行动来维护他个人 环境部以及政府的声誉 聂纳兹米欢迎警方针对巴德鲁西山的指控 展开进一步调查 巴德鲁西山日前报警 指控防洪计划存在腐败行为 有人所讨用金 导致项目成本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是增加到160亿令吉 警方针对巴德鲁西山的指控 连当上阶段的判写 塔坡 导致顾